打开后车厢 升降梯缓缓降落 富康巴士内设备完善 宽敞空间 可以容纳两台轮椅 这个对于高倍 就有一些朋友 他们是颈部完全的瘫痪的 所以他们的这个投靠可能会更高 所以只有这一款式的车 能够载这个高倍轮椅的朋友 这是非常宝贵而需要的 社会处长杨玉鑫亲自体验 这台高顶富康巴士 正式捐赠给金融市政府 未来将服务升障朋友 富康巴士基本上是要 帮助这些身心障碍者 或者有说是轮椅组为主 但是轮椅组有分 有分低倍轮椅跟高倍轮椅 这中间的一个落差 大概就十几公分以上 所以为什么要捐这个 顶规浮湿的一个高顶巴士 就是你除了可以让这个高倍轮椅的 一些身心障碍同胞 你不用再委屈低于 这一个平顶的 就是一般这一个 所谓平顶的富康巴士之外 其实你陪同的一个家人 也可以从后面 直接不用弯着身子 直接就这样子进去 所以基本上这个顶规的一个规格 是跟救护车的规格 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情况 我就希望 不管台湾是本岛还是里岛 其实我都是捐这个高顶的一个富康巴士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做最好的一个 社会的一个所谓的感受 市长谢果良亲自颁发感谢状 肯定企业关怀弱势 捐赠者蔡彰皇董事长 长期关心身障议题 历经一次火灾十里逃生 发愿捐赠六都十六县市 高顶富康巴士 并决定加码提供十万元专款 用于富康巴士营运费用 五年前我在火厂就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家 结果后面我就顺风顺水 也就在三年多前我就发愿 要用最快的时间捐赠全台湾各地 六都十六县各一台最顶规的一个富康巴士 今天很高兴能够最终站 感恩之举最后一站圆梦了 那现在有了这一台富康巴士的加入 也加入了一个胜利军 但是还是要透过今天的捐赠仪式 再跟各位报告 我们也需要更多的资源 不管是物力就是车辆 还有人力驾驶等等 但是我想我们经过了这几年的观察 我们明年针对无障碍交通 我们会跨出一大步 现在的超高龄社会以及障碍族群 在交通上面非常需要有工具 来帮助我们解决横向水平的移动需求 所以非常感谢我们的蔡董 来捐赠这台富康巴士 来增加我们基隆无障碍交通的运能 非常的感恩 借积极关怀弱势捐赠富康巴士 让生长朋友外出更方便 提供完善的生活环境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